歡迎大家出席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甲一組第一輪的賽事 今天的辯論是以主題設計活化公屋街市不設實際 對賽雙方為正方、拔帥女書院,以及反方、補血會上至英文書院 謝謝 不好意思,麻煩,反方的同學可否交出賽名單呢? 打緊,不好意思,打一會很快 已經傳給你了,麻煩 雙方辯園,正方主辯,王晴恩 第一副辯,陳書堯 第二副辯,賀世堯,以及劫日游 反方主辯,仇樂詩 第一副辯,王卓南 第二副辯,鍾雪瑩,以及劫欣樂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三位評判和對這場賽事進行評分 他們分別是 香港樹人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隊員,江洛林先生 馬尼諾修院學校中學部中文辯論隊教練,范君華小姐 以及聖方制書院中文辯論隊教員,賴智銘先生 本場比賽會分為 主辯,台上法文,一副,二副,台下法文,以及劫辯共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為4334 反方主辯完成發言後,雙方會各有一次台上法文機會 台上法文完成後,正方一副接觸發言 等反方二副完成發言後會進行台下法文環節 雙方各有兩次台下法文機會 台下法文完成後會進入劫辯的環節 除了台上法文以及台下法文環節外 每一次的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將會有一叮提示 叮 夠鐘則有叮兩聲的提示 叮叮 超時15秒則會連叮數下 叮叮叮叮叮 其餘的詳細賽歸已經先前給了各間參賽學校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現在先請正方主辯發言 麻煩同學解除正音,你會有4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的話請你說一聲可以了 我們就開始計時 可以 開始 請問雙方的發言 請問雙方的發言 不好意思,請問現在可以了嗎 沒有問題 我先開始計時 叮 不好意思,請問現在可以了嗎 沒有問題,這個聲字沒有問題 我再來一次 不好意思,我們有兩部發言 所以我們剛剛要 叮叮回其中一部,現在沒有問題 好 你準備好的話,你再說一聲可以吧 我就叮叮一聲就開始計時 可以 叮 主席、評判、雄方同學 在座各位大家好 近年來公屋街市商戶反映街市的商舖租金櫃 豪位狹窄,設備人久失收 正在衛生程度下降 就此政府提出了以主題設計活化的方案 期望有助提升街市的質素 因而全身今日的變態 變態裏面的主題設計指的是 在活化工程裏面 透過裝修拜填為街市賦予主題 活化指的是 利用改建發展、樓宇復收、翻新及現代化等方式 保存現在的建築或區位 並賦予他們新一層的作用 公屋街市指的是由屋宇柱管轄的公共屋寸街市 今天要衡量變態成立與否在於 主題設計活化公屋能否珍重街市的運作 終止 維護生活的合理收益 保護消費者加年物美的權益 今天我方贊成變態 原因有二 一 增加經濟支出 加重市民負擔 主題設計活化不單要動用大量的金錢去設計及佈置 還要為了改善環境觀感 改動街市原本的庫位格局 主題式活化街市 和普通的翻新 維修工程有別 在提升建築安全的基礎之下 要著重投放更大的成本 以精緻的裝束去改善觀感 但是裝飾的多小 街市的整體美金 和街市的運作 它的設備安全等等 完全沒有直接關係 不單止是沒有實際需要 反而要投放大量的金錢和資源 造成無必要的經濟支出 負責活化有外街市的機會資本公共事務及 市場總監王子謙反言 整個有外街市翻新的工程 投資過千萬 工程的支出浩大 加上物價 上升 街市的租金調整 是一個重要但還沒有解決方法的問題 可見主題式活化所投放的多餘開 活地轉價在商戶和消費者身上 市民期望活化可以令他們擁有優質的街市服務 取而代之的卻是食材價格 隨著租金上升而上漲 令街市價延物理的特色不復健 況且公屋街市 受眾主義為公屋居民 收入有限 食物的價格上漲可能會令 經濟條件有限的市民 難以負擔 和街市運作的中止背道而馳 難以保障市民的利益 難以便利市民 又為街市中止 講到底街市的用途始終是實用為首要因素 而一個街市能否滿足市民的日常需要 不是在於它裝修的奢華程度 而是在於貨品是否便宜、靚正 主題式活化街市 不單會導致價格上調 更會有 增加多餘而且無謂的建設 影響市民的購物享受 而又為街市為例 街市接受活化之後 街市的管理公司 為了配合主題經常在街市中播放音樂和做廣播 街市商戶而背景音樂太吵 影響商戶和街坊聊天 聽到久也會感到困擾 另外 管理公司在改戰的時候 就收集了行人通道 當有新鮮的主題吸引大量只是打卡 燃燒費的人流的時候 不單不可以對街市的商戶帶來金錢利益 甚至有機會堵塞本身空間 已經有限的街市過渡 影響街市的日常運作 當新鮮感消退後 剩下的智慧對街市 日常運作造成的干擾 並未能夠遍到消費者 最後想問有方 主題活化的工程 費用堂大 繼而令食材加價上漲 市民這樣又如何能夠遍到市民的利益呢 多謝各位 正方主便發言時間為3分23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主便的同學 麻煩你解除正音 你會有4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 請你口說一聲 可以了 我叮一聲就開始計時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有方同學就能改善衛生 有什麼方法可以改善衛生呢 編題中所設的主題活化 根據市區重建局 早前為主題活化項目的定義 以主題人生重新設計 和街市內部間隔 設計和管理 根據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的調查顯示 公屋街市面對著以下兩大問題 第一 衛生液環境惡劣 鼠環蚊蟲之身 第二 空置率高企 購物種類小 要衡量是不是不切實際 就要看看主題活化 能否能夠對面街市面對這樣的問題 改善到環境 將顯到街市的功能 我方認為主題活化並非不切實際 原因有二 第一 原設街市環境 監察公營街市發展亂品 自出 街市衛生情況惡劣 調控的單位就放在垃圾和雜物 地鋪長期濕滑 不適傳出惡臭 主題設計活化公屋街市正正推動街市現代化 為街市掃了一個全新的形象 例如石尼街市在活化之前 衛生情況惡劣 鼠患蚊床經常出現 然而在用香港舊區主題活化之後 加裝了防滑地磚和冷氣 店鋪面積亦變得更加寬敞 小西灣本灣市場的裝潢模仿 香港舊式市場主題 活化的時候加入了科技元素 以電子屏幕營和買活計 代代改善了衛生情況 反問有方街市的衛生是否重要 如果重要 主題活化可否改善到這個問題 主題活化推動街市現代化 好讓街市重新規劃街市設計更加 衛生情況能夠改善是好事還是壞事 第二改善空置率提升購物體驗 剛才提及由於街市衛生情況惡劣 導致空置率持續上升 例如元朗同一街市空置率就高達六成 社區發展陣線做訪問的時候 更加表示超過九成的受訪市民要求重新消租 然而就算要重新銷售 也要有吸引商戶的籌碼 主題設計街市正正一改以往街市形象 吸引新商戶進駐以及客人購物 由外街市的例子 在電童話主題換發之前 街市只有30多間店舖經營 但在換發後 71個店舖位全部出租 可見主題設計可以令街市更具吸引力 不僅增加日流亦吸引不少商戶進駐、減低空置率 再者當作商戶亦提升到街市的競爭力 機匯資本、公共事務及市場總監王志謙表示 在主題活發前 有外街市的一間魚檔 無論是價錢、質素 還是價錢、質素 都是由那個魚檔做促市生意 市民被逼迫住購 反之主題活發後 魚檔增至四間 被市民有得選 可見主題活發提升 貨品質素好 更加達到大家對街市的期望 最後想問是由方同學 承認主題活發是吸引大眾的手段 多謝各位 反方主題發言時間為3分08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是台上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台上任何一位便員 向反方主題提問 發問時間1分鐘 反方主題準備1分鐘 回答1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 將會有一丁提示 然後由反方台上任何位便員向正方主題提問 發言時間同上 雙方都向對方提問一次 回答一次後 就會去到正方一部的環節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請評判注意 填者台上發問分數時要特別留意填者次序 特別是反方的分子 第一格依照發言次序其實是在填回答分數的 第二格才是發問的分數 現在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員去台上發問 麻煩你解除正音 同樣地 你們準備好就可以說一聲可以 我開始計時 可以 中環街市活化計劃 兩度受司法覆核影響 令建築成本由六年前預計的5億元 表升至兩倍的15億元 結果擾讓多年退倒重禮 即使隨後決定不在天台加建一層 空中花園 割為簡單活化項目的成本 項目的成本 銳減至6億元 但依然被原本預算超出1億元 即使中環街市並非公屋街市 他的活化工程都和活化公屋街市性質相近 我想請問有方同學如何能確保公屋街市的活化工程 不會出現同樣的超資問題呢 試問當超資的資金最後要轉嫁到街市和商 街市的商務和居民的經濟負擔之上到底是不是實際呢 謝謝 現在開始準備計時一分鐘 dermat療政策 定 可以 定 中環加市成本很高 但首先中環加市不是公屋加市 其次就算中環加市沒有做主題活化 也超支了一億的時候 有方同有否認活化 有什麼方法是可以不超支 然後又改善衛生問題 現在有請反方自由派出委員員 作台上發問 準備好的話又可以說聲可以,我就開始計時 可以 可以 請各位,有方說便利市民提供墨廉價尾的商品 但想問是有方,原來不再活化下 同一街市,街市二樓的空置率達到九成 請問有方和空置率這麼高的時候 市民如何買墨廉價尾的商品? 多謝各位 準備時間開始 準備時間開始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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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 請請請請請請同學 但原因是因為附近有商場,有商場就會吸引人流 但正正問題是不是所有公屋街市附近都有商場 而是可以吸引人流 所以活法之後空置率必然會降低的這個說法 就是不一定沒有變性 多謝各位 台上發問環節結束 然後輪到正方第一副辯 麻煩同學解除正音,裡面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你講一聲可以,我開始計時 可以 主席、媛媛、友方、友方、友方、各位 大家好,首先看看友方今天覺得實際問題是甚麼 其實友方和我方都一樣承認 其實某部分公屋街市環境惡劣衛生是一個問題 第二就是空置率的問題 平時看看今天友方為何活法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第一,其實友方覺得衛生問題是一定要靠活法才可以改善到的 然而其實友方看到 其實只是透過適當的維修份已經可以做到 相反,食環處在三年之內 合共也只投放了約3100萬 就可以去做到這件事 友方有沒有實際數字 告訴我們,活法可以給這個錢更加少呢 相比之下,街市活法比起子做維修 不單止成本大幅拋離 反而友方口中所謂的成效到底有多少 到底活法後實際因而增加的收益數字又有多少呢 然後再說空檔 友方說現在公屋街市多了空檔 所以就要活法了 先看看為甚麼可以解決空檔問題 一個地方要吸引投資者 就要看他的競爭力有多少 除了環境之外 人流也是判斷一個地方競爭力有多少的重要因素 所以今天友方必須論證 單靠活法就可以有效持續增加消費人流 否則單靠活法來吸引年輕一輩來投資 做公屋街市的商戶根本就不切實際 友方必須論證的是 友方又說多元化可以提供更多選擇給市民 但友方必須說為甚麼一定要做活法 為甚麼維修又做不到 一樣可以改善環境 友方必須論證活法之後帶來的經濟效益 不單止可以彌補活法成本 還有多元的錢賺 否則活法只會為公屋街市的商戶和市民 帶來不必須的經濟負擔而毫無實際利益 實屬不切實際 聽完友方今天的兩個論點 不難發現友方都很矛盾 一方面又和友方一樣 希望改善公屋街市環境 提高市民生活素質 但包裝得多漂亮也好 始終貴價不飽 友方忽是主題設計活法帶來的廢處 最終又要市民負擔 變相增加不必須的經濟負擔 生活素質 不升反電根本就是本末倒置 現在就讓我在友方的理想國 帶大家回來現實世界 貼地看看變態針對的公屋街市 公屋街市保留個體攤貸經營方式 比大集團統一賣賣的整體經營方式 更加有人情味 更加能夠反映香港日常的傳統 主要服務的目標對象 是住在公屋和附近的市民 是市民賴以生活的必須場所 願意以最方便簡單的方式 為市民提供平靜的貨品 正如我方主便提到友外街市 以主題設計活化後 不僅做不到原本改善環境的目的 反而為市民居民造成不必須的滋擾 引來多餘的人流 反而阻礙真正會消費的市民 影響公屋街市原有生意 有方今天與或蛇興足是沒有分別的 結果農考反絕 再者活化令租金上漲 甚至令到商民面對 昂貴的租金被迫調高物價 偵測求全力市民增加不必須的經濟負擔 更重要的是 維修用錢換取安全 活化用更多的錢 但最終徒勞無功 昂貴的成本由誰負責 多餘的成本是誰都不應負責 正正 多謝大家 正方一副發言時間為3分03秒 冒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第一副變 麻煩同學解除正音 你有3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你說一聲可以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剛才有空在台上發明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回答問題 所以反方有空其實是承認了 不活化有空置率這個問題 提供不到物連隔離這個問題 領先由2005年接手來過街市之後 商戶旅備加租無奈迫遷 由56間店鋪 低減至寥寥實當 證明了其實沒有活化空置率 是會不停上漲的 另外有空和我說 我們懷疑不實 有空和我經常把主題活化 懷疑不實這件事 只有一個靚字 掛在嘴邊 但其實主題活化不只是靚 它靚得還要乾淨 衛生整潔 這些全部都是主題活化為我們帶來的 怎麼可以說他們是懷疑不實呢 再者為何作為一個公共街市 就不可以靚呢 商場百貨公司 全部都有做聖誕裝飾 為什麼沒有人說他們是裝飾懷疑不實呢 還有我用有外街市的例子 他由活化前只有30多間店鋪開 去到主題活化後的店鋪全都出租 如果他真的懷疑不實 為什麼人流多了 空置率也少了呢 第二 有同學說我們物價高昂 首先有些市民著重的是品質和選擇的多元化 不是每個人都只是想錢的 是不是 加上如果物價高到成得不到 為什麼人流多了 盈利也多了 若物價真的成得不到的話 就不會有人買這麼多東西 商戶都生存不到 另外新街市買紅酒高檔產品 那些物價又再高了 接著就不是全部了 再說富東和營東街街市 同樣售價都是15元 香港街市這個主題街市售價18元 他們之間相差都只是3元 就是有方同學 不如你告訴我 這3元買到什麼 一個包都買不到 既然他和普通物價 都差不多有何來的物價高昂 再說各位 其實主題設計公屋街市 並不是好像有方同學這樣說 說這個不好 改樣不好 其實放眼望去 他們對市民 承辦身都有好處 還有商戶都有好處 以前未有主題活化街市的時候 各一區的市民 只可以困繫一些非常安裝 不整潔 課館中的重要不齊全的街市 都知道市民要去第二道 又或者跨區買送 造成很多人方便 主題活化之後 就完全不同了 除了外景上 環境好了 選擇都多了 對市民來說方便得來 還要選擇多 絕對是一等一的好事 再從商戶的角度去看 主題活化會說 他們帶來客流量 多了人流 生意額自然就好了 當他們賺錢多了的時候 他們就再不用擔心 好像以前的人那樣 因為沒有人來 沒有錢賺而撿 而對承辦身來說 主題活化之後 街市民氣大大提升 商業價值和地期含金率 都一定 而生格提升之後 他的收益增加增加 那本新聞因為 有方同學主題活化 人流是否多了 若不是重新街市之後 又做不到增加人流 有方同學想著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多謝各位 反方一副發言時間為 3分14秒 沒有過時無需求分 接著是正方第二副辯 同學請解除正音 你有3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你講一聲可以 可以 可以 兵 主席 還有各位 大家好 他們要負責這個位置 不難分辨的是 今天有方堂 根本無法解決他本身 無法解決的問題 今天我開一副 給了食環數據的數據 說只需要用3100萬去改善工程 去改善衛生問題 而過去三年就只用了3100萬 今天有方同學完全無法解決的我們 你們的活化成果是多少 是因為不知道成本是多少 是因為明知道成本給我們貴 所以不敢回答 第二 今天有方同學擔心公屋街市的空洞問題 我們來看看 兵庫法能否解決 今天有方同學舉了有愛那邊的例子 這是一個特別的例子 為甚麼 因為附近有商場 可以吸引到投資者 去投資這些街市的店鋪 但是 今天是不是所有公屋街市 都會吸引到商場去吸引投資者 我方今天看不到這件事 正如我方一本所說 一個地方要吸引投資者 就要看競爭力和環境 今天我方不否認 例如地活化之後 街市是靈了 但有沒有這個必要呢 那時候衛生了 我方今天也認同 我們要街市是衛生的 但是 有方同學似乎沒有想過 一個吸引投資者的重要因素 就是人流 有方同學沒有跟我說過 人流多就必然會吸引到 一定會買東西 去街市買東西的市民 而真正吸引到的 只是一群打卡的人 圍著街市拍照 市民有方同學如何吸引投資者 可以見到的是 互法解決不了空洞問題 我方主邊 互法街市主要回應是兩批人 一批就是住公屋的市民 而另一批就是公屋街市店主 先說店主 根據2018年領域轉售 十六商場的商戶狀況調查報的展示 有商戶表示 優惠資本要求商戶逐租三年 首年加幅25% 第二年加幅28% 第三年再加幅30% 不僅如此 有很多商會 都批評在領戰管理下 平時日常運作質素已經越來越低 例如店主已經調加管理貨用 他一直未有工人去清潔和維修 就像我剛才所說 今天一班店主只不過是希望 靠在街市營運店舖去維持生計 但就是因為不必要的活化 故來的不僅是沒有改電 而且租金更貴 今天養蜂堂的活化是唐衣獨樣 有什麼問題呢? 從來沒有真正解決過 然而這些是否店主希望所見到的東西呢? 港市民 自從石尼街市在自領20年10月 以老香港作為主題活化之後 希惠林小輝看完說 發生之後的菜檔價錢必定會較貴 部分舊商會已經無法承擔 足夠而無法留下 今天一間公共市場有老香港成懷 有美食廣場、有大排檔風氣 看下去很信義、好好聽 但對於一班在那裡買的市民來說 一見到菜檔價錢貴了 對一個街市有沒有美食廣場 有沒有老香港的情懷 對它的意見根本就已經不再重要 因為一間街市多漂亮、多有情懷 也有很多食物的價錢 他們日常生活的支出 要兩隻字形容公共街市就是離地 其實今天我們有老香港的生活角 但有沒有老香港的物價呢? 那還有什麼意義呢?各位 反方第二負面發言時間為3分12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然後是反方第二負面 剛剛說錯了 反方第二負面 請解除靜音 你會有三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你說一聲可以 可以 定 主席評判有福同學全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方一負二負都說 有外街市 如何空置率低 原來是不關主題活化的事 是說附近的商場 有方學 不如你不要只跟我說有外街市 你不如跟我說 現在有哪個主題活化街市 做完之後 空置率一樣很多 現在是不是每個主題活化街市 都會附近有一個商場 不是吧 而現而空置率一樣可以提升的 證明就是主題活化帶來的成效 有方學說 不要看人 不看營業 再講一個例子 天鱼街市 今天主題活化之後 他們的總裁王國龍說 他們的營業額升了50%的時候 這個會不會改善空置率問題 有方學 然後看看有方學的反方案 有方學說 他們的反方案是要由食環來做維修 因為為什麼 就是用了3100萬 而今天有方學只跟我們看數字 我們一齊看看 這3100萬能否帶成效 因為 勤量一個成本用得好不好 應該看什麼 一筆錢有沒有用得維修 舉個例子 天鱼街市今天用了1700萬 而荃灣街市 一個由食環處做的翻身方案 用了1500萬 是差了一點 然而成效 原來今天荃灣街市空置率問題依然嚴重 高達六成 翻身之後 政府調查更表示 市民說翻身不吸引他們去街市買菜 然而今天天鱼街市 他們的人流都高了50% 看數字 看成本 其實都可以看到的是什麼 以主題活化去更成合成本效益 有方同學 因此今天有方同學 不要再只看數字了 不如有方同學和我方說 今天需要不需要衡量成效 花少了錢但沒有成效 是不是又等於好呢 然後回到有方同學質疑 有方同學說現在物價會很貴 首先看到主題活化的物價不一定高於公益街市 政府請了顧問公司調查領展街市的食環價 政府調查顯示 領展街市有7款食品都是便宜香港 例如鮮牛腩 為何有方同學說 不是 平均物價又高了 原來是因為主題活化 平均物價更多元化的產品 帶來了一些高檔的外國貨 例如紅酒 平均物價又高了 市民仍然覺得一些便宜的送菜 不如有方同學 便宜的送菜 因此影響不到市民購買力 不如有方同學說 哪個街市可以又衛生 又環境又好的時候 物價依然低 最後有方同學說 謝謝各位 反方議庫發言時間為3分05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員 向反方台上便員提問 正方無權指定回答 而反方亦可以自由派出台上便員回應 台下發問時間一分鐘 台上準備一分鐘 再回答一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 將會有一丁提示 然後由反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員 向正方台上便員提問 發言時間同上 雙方都有各兩次的台下發問機會 而兩條台下發問都可由同一位便員提出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現在台下發問環節正式開始 先請正方派出一位便員作第一條的台下發問 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你說一聲可以 可以 主席評判 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方看到有分行所說的主要問題就是衛生 我方今天看到 當有其他方法可以改善衛生問題 例如大清潔 為何有分行仍要執著在美感上 要付出龐大的資源、錢和支出 當這些多餘的支出要轉格在市民和商戶身上 而要他們負擔這些龐大的經濟問題的時候 為何有分行仍然覺得這是實際的問題 有分行仍然覺得這是實際的問題 謝謝大家 我先開始 反方預備時間 準備事件 開始 丁 可以 定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的各位 大家好 多謝有方同學的問題 他承認了衛生問題是要解決 他提出了什麼解決方法? 大清潔 不和街街市習慣有很多年 為何一直大清潔到2020年6月 食環處又做多一次大清潔? 大清潔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例如看到很多公營街市熟食檔 放在魚檔旁邊 根本就不衛生 細菌會影響到旁邊熟食 這些根本問題 大清潔是否可以解決 還是要重整 將店舖重新組裝和安置 謝謝各位 現在又請反方派出一位便員 作第一條台下發問 你有1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你說一聲可以 可以 首先今天有方跟我們說成本上 我們現在有兩個資料 第一 有方跟我們說物價 東沖庫東街市是 有方跟我所說的普通維修 但它是比日東街市 即是做主題護法的街市 物價貴了兩成 第二 有方跟我們說 建造成本 首先有方一副提出的資料 就是普通裝修只需要3100萬 但我們看到東沖日東街市 都是做主題護法 但只需要2500萬 在有方的立場下 是否連普通裝修都不需要呢? 準備開始 準備準備開始 準備開始 準備- 準備開始 準備第一 準備準備生意 準備開始 Ding 叮叮,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派出一位便員答辯 有1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你說一聲可以 可以 叮 首先多謝有方同的問題,其實有方也承認了活化之後物價會貴了2成 承認物價會因為活化之後成本會高轉嫁到市民身上 再說,有方說食環署用了3100萬來維修 但有方看漏了,在三年內合共都用了3100萬 相反,我們看到中環街市用了突破7億去維修 而有方的類比是不適當的,為甚麼呢? 因為維修的數量和街市的大小,根本有方是類比不到的 另外有方跟我們說,衛生環境一定要靠活化才可以做 因為有方覺得我們只是做清潔,但清潔根本無法改善問題 但其實我方也不反對,做適當的維修,必要的維修就可以做 應洗則洗,而要街市 如果說安排的檔位不適合,那就重整 根本就不需要活化實屬不切實際 另外有方又跟我們說,羊架紅酒等等 根本有方已經很離地了 我們今天說的是公屋街市 丁丁,發言時間結束 現在再請正方在裏面原作第二條的台下發問 有一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你趕一聲可以 可以 同學有回音 可否試講一次可以 可以 可以 好,定 屯門友愛街市在主題活化之後 大量舊有商戶被迫離場 其中包括賣文具、賣日常生活用品的小店 但都因為主題活化項目被迫 結業、血本無歸、小店離場、連鎖店、大型店舖入場 整體成本上升,商戶顧客同樣負擔增寵 想問有方,有外街市本身是一個平民化購入用品 最後就租率上升 但是加重市民的負擔 是否就是有方同學眼中的實際呢? 多謝各位 眼方預備時間開始 請回覆 準備時間結束 請反方派一位便員答辯 有1分鐘的時間準備好 可以 可否同一位便員再答多時間 沒有問題 好,謝謝 可以 有方剛剛回應我方第一條台下發問 說重整可以解決問題 現在又有一個新的擔心 說小生會不會被迫領場 而看到今天大財團都會增加了 例如馬安山利安街市 今天八成都是大財團 而今天領戰機構管理層 4月在香港電台說 主題活法街市六成以上都是小生會 比重整更少的時候 請問是否又叫大財團壟斷 不如有方跟我說 現時其實在什麼情況下 才會沒有大財團呢 今天看到公營街市 來去北河街市 都在街街市 有什麼情況下 才可以在零連鎖店呢 謝謝各位 請反方派出一位便原作第二條台下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你講一聲可以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有方今天和我方看成效 我方現在和你比較 石尼街市做完主題活法之後 原本他的空字率有30-40% 做完主題活法是沒有空字率 還有今天有方在第一條台下發問的時候 但我方說原來這些成本 是給街市的大小影響 所以反映出有方你自己做完的維修 都不能夠確保成本一定是低 反之我方已經和你比較了 做完主題活法 日東街市只用了2500萬的建造成本 相反你自己負面說出來的 3100萬是貴了600萬 所以想問問你 有方你今天交出實際數字 空字率減少了多少 成本有成本呢 到底維修呢 維修比主題活法便宜了多少 不如你拿出實際數字和我方說 多謝各位 現在預備時間開始 多謝各位 正方拔 sure你孫 你們的正臉部關門關了 不好意思,我們現在嘗試處理一下 謝謝 不好意思,我們現在再開一次,想問是否能看回 因為我們看到 OK 謝謝 謝謝 叮叮,準備時間結束 請正方派出會變員答辯,你有1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說一聲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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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ent 感谢观看 预备时间结束,先由反方主便总结,你有4分钟的时间,请解除静音,准备好说声可疑 请解除静音,请解除静音,准备好说声可疑 准备好,大家好,其实有方今天讲到全场只有3100万成本的例子 但有方只是说数字,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说3100万做了什么成效,做了多少事情,人们怎样看,什么都没有说过 我方怎样比较呢? 总结,全场比赛不难发现有方犯下以下物误 第一个,立场倒退 有方同学前场发现原来是不用做活化的,因为成本太高 但原来不做活化会带来控制环境等问题 所以有方觉得后场立场不一致 其实都明白到是要解决问题 然后就说我们可以做维修解决 所以有方同学都明白到不做活化解决不了问题,立场倒退 第二个是双重标准 但其实我两双方今天都达成共识 在现况下是需要去解决空置环境等问题 要解决呢? 有方就看看有方后场的方法是什么 做维修 第一个人流 原来有方今天从来都没有说过任何数据 说做了维修之后人流多了多少 所以有方同学都知道做维修是不能改善人流 反而我方说有外街市,天水街市,人流多了这么多 证明了以后主题活化才具有吸引力可以吸引人流 比较成本 有方说到最后只有成本一个好处 有方的前立场就是便宜便宜便宜 不做活化,一点成本都没有 但环境恶乱,空置率高 是不是有方同学想要的便宜呢? 就算是运收,人流吸引不了,空置率没有提升这么多 可见我们应该是看成本效益 做了主题活化之后人流吸出这么多 生意做多了,种类多了 这就是我们想比较的成本效益 然后再看物价 有方说原来做了主题活化之后 物价高了这么多 可见到其实只是做维修 物价一样会高 然后有方又说了这个 但是我们看到原来做了主题活化之后 有方所谓的物价高了 人流反而没有小度 不减反征 这些是不是有方和我想说的? 市民因为物价高而走 可见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了 最后再比较 有方和我刚刚台下发问 就说到空置率的问题 维修根本解决不了空置率的问题 有方根本答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就见到 只有做主题活化 才可以吸引到商店 多些来在这个主题活化里 去租这个店铺做生意 所以我见到今天主题活化 才可以真正解决到空置率 环境 人流 这些做生意的问题 其实说到街市 大家一段时间都会想到 骗骗这些贬义的形容词 但事实是社会上 并没有任何一个规定 或者定义那名街市本身的形状 应该是如何? 反而处处存在这种黑板的印象 特别默认街市是不可以干净 不可以创新 但所谓社会的约定续成 是不是就代表一定正确呢? 女子不如男 读书才有出路 男子不可以化妆等种种的现象偏见 都是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下 逐渐被打破 可能在这一刻 《童话世界》 《怀旧香港》 根据主题街市 我们固有的观念有所冲突 令我们难以接受 只要想心一层 就会发现街市干净了 变得有创意 根本不会为我们带来任何费处 反而可以令到我们生活的环境变得更加舒适 靠物体不更愉快 或者黑板印象没有办法在一朝一夕改变 而希望可以通过主题活法 一步步慢慢改变大家对街市的固有印象 令街市不再是一个被大家厌惡 故事主题活法 并非是不切实际 不值摸位 反方结辨 发言时间为3分45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然后请正方结辨 发言 你有4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声 可以 主席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在外面设计了房间 然后旁边有一个K房间 我想问 如果用这个声线 会不会听得清楚 你说一句 是吗 是吗 没问题 听到 可以 可以 正 很多年前在东南亚地区 白杖是一种神圣的动物 白杖亦是皇国无敌 君主盛名 国家昌圣的象征 时至今日白杖通常是一个毫无用处 但有十分昂贵的物品 引伸着大白杖工程这个概念的出现 而今日以主题设计活法公共的方我 正正就是一只大白杖 我方今日一再重新 在公屋街市进行活化多餘 而主题设计活化公屋更多餘 主席评判有方和我再续各位大家好 来到结变的位置 请容许我方还原基本步 拆解变题重要字眼 总结全场 第一早词与主题设计活化 总结有方推行主题设计活化的活动目的 终观全场有方逻辑很简单 公屋街市条件欠差 所有活化 公屋街市有卫生问题 所有活化 但是在翻新改善设备条件的基础上 加入主题式设计 增加开始的必要性到底在哪 来到结变的位置 有方依然论证不了 首先卫生建设问题严重 今日有方同学多次强调 大部份公屋街市 卫生问题严重 建设不安全等等 实质论证主题设计活化的必要性 我方多次提出 其实翻新工程等等 同样可以解决有方同学口中的问题 反之有方同学所提及的主题设计活化 是除了翻新之外 加入更多装饰以及摆设提升 街市整体美感 既然需要金牌的开支 到底必要性实际需要性在哪 我方多次质疑 有方同学依然难以论证 街市从来都是物价便宜 从而便利市民的地方 但今日一味追求 有方口中所说的美化 龐大的资源开支 最后都是由市民和商户买单 租金提升 物价上涨等 将逐渐令街市价廉物美的本质 雕塞提升街市整体面貌 换来市民利益受说 我方难以认同 今日空置问题 用活化条件是解决不了的 今日有方同学对我方一副二副的说话 听人入耳 说了食环柱用了3100万 在三年里改善了排水 提升消防装备 以及翻新天花等等的设施 但是有方却忽略了吸引人流 在有方眼中主题设计活化 可以吸引人流 从而刺激消费 我方今日多次质疑 到底是否真的可以刺激消费 事实是旺丁不旺彩 可惜来到结辩 有方仍然难以认证人流的增加 和消费提升的必然性 我方前场上次用两大方向和有方拆解 首先吸引人流主要归因于主题设计 初期引入带来的新鲜感 但事实上以新鲜感吸引的人流难以维持 当新已不再热潮生虚 人流就会逐渐流失 其次主题设计的新鲜概念吸引的 往往是年轻一代前往打卡 留念而非公屋街市的目标消费群 有方口中所谓的刺激消费 难以达到 第二组词于公屋街市 对于变题入面 公屋一词有方今日一直秘而不谈 有别于其他街市 公屋街市受众多 为收入有限的公屋居民 今天双方都同意 现今公屋街市的环境是需要改善 但我方比有方看得更宏观 而有方全场正正忽视了 街市的主要受众群 消费的市民 有方今日多次提出 以主题设计活化 公屋街市能够对社会 带来不同方面的好处 但唯独是最主要的一班 基层市民的利益 有方竟然忽略了 公屋街市多数位于公屋村附近 在公屋村附近日常生活需要的主要长草 其他街市市民 就算物价提高2-3元 都未必有负担 但同样提升的限制套用 在公屋居民身上 他们就会很难以承受 令市民利益受损 生活质素都可能受影响 我方今日质疑有方物价提升 之后 公屋居民无法负担 情况如何解决 有方没有回应 到底有方自己都知道 都加入奢华的装束 留公屋街市 到头来令市民承担更大的 经济压力可惡得不诚实 不切实际 很多年前的白杖 是国安赠送给自己厌务的人的礼物 也是令因为昂贵的 市场开支而破产 多谢各位 政方劫变发言时间为4分04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比赛过一段落 大家请稍等一会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評判如果準備好分子都可以再跟我說一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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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在主辩稿里面可以看得出 大家都有准备到大大小小的论据去回应对方 首先讲一下政方 政方我觉得他们的论点相对清晰 我觉得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听就知道 他们想说公屋街市不像实际的位置在哪里 而反方也相对提出了一些公屋街市在活化之后的好处 或者他带来的一些实际的地方 或者这里其他的意见就等其他的评论去讲 或者我的建议就是如果政方的话 在主辩上面我觉得可以铺一个时间线 交代公屋街市的管轻权 因为今天就听到纯粹是点出了 我说原来公屋街市就是没有写错 你们就说是由屋宇柱去管轻的 我理解如果你交出了一个公屋街市发展的时间线 就能够令到听众更加理解到现在公屋街市的情况 究竟是怎样 从而去避免了有些不必要的争拗 我觉得 另外呢 反方我觉得也可以着密多一点在博伦方面 就是说除了是略略的反驳了之后 都可以带出多一点就是你们想反驳对方的重点 比如说是而不是就纯粹用回自己两个论点去反驳 我觉得反方的主辩都可以留意多一点 然后去到负面的位置 我觉得大家的轮具都相当充足 在后场 就是在负面的环节 就可以看得出大家是有充分准备到去打这场比赛 所以是相当之欣赏的 但是我觉得呢 双方的负面都可以留意 就是当那么多轮具在比赛场上面飞来飞去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一副或者二副的位置 都不妨去做一些总结或者做一些比较 令到评判更加能够听得出 究竟这个论具是想推荐哪一个论点 如果不是的话 就好像大家逗抛资料那样 那就可能最后只是泥章 即泥章摔角 就未能够听得出究竟哪一边的论具 或者哪一边的论点比较清晰 对了 我要讲的就是这么多 谢谢江先生 我们接着再请第二位评判 范君华小姐 李平宇 Hello 听不听到? 听到清晰的 我觉得我 在哪里讲起好了 因为 我觉得整场听完之后有点混乱 我主要讲了两边 我觉得同样都犯了的问题 然后可能再续续逐个位置去讲 今天我觉得双方都有两个问题 就是当你们在论证自己的主线的时候 第一样东西 例子欠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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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你说了一些 中华街市 友爱街市 或者其他街市名字 之外 这些我理解的 但是这些街市和主题 设计活化之间的关系在哪里? 如这些街市的主题活发之后 实际上的情况和之前有什么分别呢? 我除了听到什么风之外 我只是理解到它是什么风 香港淮旧风 但其实香港淮旧风 和街市的间隔 实际整体环境的转变在哪里? 店铺的外观 和设计 裡面有什么摆设等等 其实我不太能听到 如果双方可能一方面 我想說這些設計非常奢華 而另一方面就說不是,他們真的很有級不靈的時候 因為這些例子相對欠奉 所以我也不太能夠去查個判斷是奢華 還是非常吸引到一些市民他們是很喜歡的 我就覺得在例子上面其實雙方擺放的力度就應該要多一些 另一方面在講主線的時候 我覺得雙方去論證一些東西的時候會比較多 有些支折,我不太肯定這些是否叫支折 因為聽聽的時候,不論是主變或是副委或是台上發問 都突然間有很多的字眼出來了 例如是經濟效益,例如是競爭力,例如是投資者 但是這些條例,再聽到你們的展述 其實好像跟你們的標準,例如是對公屋的證據 或者對公屋市民的需要來說是不太夠的 這個我稍後會再講一下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今天大家都很努力去做反駁 有時候要想回你的反駁 或者你台下想回答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是否真的能夠扣回你自己的標準 或者立場或者翻拉呢 好,那我現在就 逐個位置略略講一下 我覺得呢 其實政方今天你應該想講的就是 街市是不貼近公屋市民的需要 所以他搞這麼多花款東西是不切實際的 但是這個立場其實是比較去到 一副或者二副或者結辯的時候才展述得比較清晰的 意思不是說你沒有說 而是我覺得你主變的鋪排上面 因為一開始你用了比較多的篇幅去講 什麼是公屋街市,什麼是主題設計或者不切實際的 但是其實你開篇的頭可能一分鐘是 你可能要想一下其實你開篇頭一分鐘 其實是比較想 大家去理解到究竟公屋街市的人 是不是公屋的人是怎樣去看公屋街市的嘛 我覺得因為你其實講公屋街市的定位 是在你論點第一 然後可能最後那句去講說公屋居民的經濟條件 不太好那天才講到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用這個作為你整條主線的主軸的話 其實我會建議的是你在頭一分鐘 真的講回 其實你想想公屋街市 或者公屋的一開始 就是政府特意整理給一些低收入人士的嘛 而整個公屋附近的配套包括是街市 包括是一些巴士站 包括是商場 都是政府特意以一個相對廉價 或者低於市價的方式租給 附近的商戶 從而提供一些便宜的服務給市民的嘛 原因就是因為它真的想服務一些低收入的市民 如果你一開始講到公屋的定位是這樣的 所以公屋街市的定位都必須要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整件事順著講下去就會合理很多了 然後再講到是 我覺得是 然後去到你們去講第一個論點講很貴的時候 就應該去講說 就是你們第一個論點去講很貴 去嘗試去講說 你若扔了很多個成本去做 但是那些的設計是不符合市民的實際需要呢 我就會回到剛剛所說的 就是其實我不是很聽得出 究竟這些設計有多多餘或者奢華的 就是你究竟是說的是一個 有一個蔬果的擺醬擺在這裏 那些舊香果可能有一個漁船擺在這裏 但是市民它真的需要的 它真的有些 便宜淨淨的菜式 只是說一個菜式 可能環境是乾淨沒有蛇蟲就OK 你擺多了一塊可能有個很大的船的雕像在這裏 或者有幾支旗 那究竟對它整個購物的體驗有什麼幫助呢 或者對它的生活質素改善有多少 這個金屋不是它需要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些的蝙蝠或者你針對 你用一些可能真的那些奢華裝飾的例子 去問對方 究竟這件事對它購物有什麼好處 他不是想要這件事 那的話我覺得那些攻擊是會比較硬 而且因為每個位置都沒什麼這樣說的時候 後場在主線上的推進就不可以給到很高分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你們嘗試去論證 因為它的成本很貴 所以就會轉嫁去到消費者身上的時候 那實質上的轉嫁是多了多少呢 那我不肯定在網上會不會有這樣的資料 但是會不會可以在一些 討論區或者街市 如果去領展做應該會有一些Facebook page 或者一些video 我不是很肯定的 但是會不會在那些資料裡面 真的找到 他們去做訪問一些人的時候的一些意見等等 貴到不可接受呢 然後另外一件事就是說到一個無謂 另外一個論點就是一些無謂建設 就會降低感受 而來講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會播歌 所以就很吵了 但是其實我不太理解到播歌和主題設計活化之間的關係 在哪裏 即是你是在說 我覺得如果再完整一點的推論 應該是說他的主題設計會有什麼風的 所以他就播一些什麼的歌 那就會很吵了 但是如果突然播歌的時候 其實我不太理解說播歌和主題設計活化的關係在哪裏 而且也是說阻路和打卡日常運作干擾的時候 其實我不太肯定 應該是這樣說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的 就是說多了人來 就會很阻街 阻礙到那些市民 這裡是想說那些人只是來打卡不消費 第二件事就是市民覺得很煩惱 我覺得可能一開始來主編講的時候OK 但是去到副位你嘗試再講的時候 應該是要多一點的例子 或者是否真的有一些居密或者生活的感受 是覺得一些來打卡的人 是真的很多餘的 我覺得這方面是你需要去講 還有可能反方如果你去質問的時候 都可以多問一些正方在這些方面推論的細節 接著就到反方了 我覺得反方有一個比 就是聽完主編的時候有一個問題是 其實你們所說的論點 好像不是全部都很扣到在和主題設計活化有關係 因為我就這樣聽的時候 我比較覺得像是 你說大了 有些環境改善了 少了垃圾等等 像是一個 普通翻新之後帶來的 好處來的 但是因為其實正方他今天 他今天的立場是說 普通翻新實際 如果你加了主題設計就會不切實際的話 你應該是要搜到主題設計 就是多一些裝飾 整個風格改變了之後 實質的理處在哪裏 但是聽 第一個論點 他說完善環境的時候 你說的那些 會寬敞了 還有 例如街市電子化了 現代化了 就好像不太有關係 除非你真的說到現代化 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主題設計 但是 如果就這樣理解 其實現代化就只是 每個街市 或者現在整個社會購物的趨勢的發展 就好像真的跟 正方所說的那些什麼 舊香港 我也不太記得有什麼 我記得舊香港 那些主題設計好像不太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 反方如果你真的想說沿戰環境 去令到購物體驗好了的時候 就真的說一下那些裝飾有什麼用處 我現在就這樣想 我不肯定 但是會不會是 例如街市 大家想像是這麼骯髒 有多水的時候 平時 一個媽媽帶小孩去 其實小孩會很吵 她不是很想去 但街市要天天去 如果她的裝飾是很漂亮的 可能有一些舊香港的風 可能有一些童話的感覺 那會不會小孩走得開心一點 讓我媽媽的購物體驗會順暢一點 當然這些片段是不可以 不可能會以數字量化出來 但是 如果你真的想說購物體驗 或者環境帶來的利處的時候 我覺得你應該想多一些生活化的片段去說 另外一件事就是說 通知率少了然後能夠提升體驗 這裏我覺得首先要 可能會不會可以說到市民是想 因為你的篇幅是說 以前 少了很多店舖 然後現在 以前店舖可不可以71家 31家 但之後就變成100%的 注幻率 那會不會可以說到一些前後對比呢 可能市民之前要去 第二道街市那裡購買 但是現在是71%之後 因為 然後就可以提供到一些多元的選擇給市民 那樣 我覺得一個前後對比會比較 能夠令評判去理解 究竟你做完一個 你做完主題設計活法之後 實際利處是變 因為如果就這樣說 人流多了 商戶多了 之後 其實我覺得 亦都不是真的 很靠得回到一些公屋市民需要的東西 另外這裏就是 有一個 突然間達了一個 就是競爭力 我一開始聽我以為你想說街市之間有 Ranking 但是 你們是不是想說 街市裏面會有多了不同 雨檔會有多了三間 其實這個應該不是競爭力 只是同一類的商戶多了競爭 所以 他們會變相提供隔離密尾的課 或者送給市民 那這裏的融資就會要小心一點 因為如果不是 那裏就不太明白 是在說什麼了 然後去到一些 負面的環節 可以先說台上發問 我都認同反方 因為第一條正方的台上發問是問 中環街市 它超支 雖然我知道它不是公屋街市 但是你如何肯定其他公屋街市 主題設計會發作之後 是不會超支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條Q 也有些問題就是 因為其實它是一個不當的類比 而你自己竟然在這條Q 也承認了它是一個不當的類比 因為你真的拿不到的結論 是中環街市超支 就必定等於其他公屋街市會超支 而另外一件事 所以其實你的重點 應該是在於 你放了很多錢 進去一個公屋街市 你放給普通翻身 更多錢進去公屋街市 而換了一些事物不需要的東西 為什麼是實際 我想這個才是你最想問的東西 而 我覺得反方他去回答的時候 你是可以回答中環街市 不是公屋街市 但是你應該是要 提出一個結論給評判 就是它兩者之間不能對比 你不可以只是說 它不是公屋街市 還有 你又說 街市是否本身都需要翻身 這個同樣的問題就是 你沒有提出一個結論 你應該多解一些 問題就不是在於主題設計上 那這裡你就可以比較 其他的公營街市 他普通翻身完之後 還有可能去 領展去翻身了公屋街市的成本 是不是真的差那麼遠呢 我接過這條Q的時候 我的分數就可以 再拿得高一點 而另一件事 好像是反方去問 空置率高 好像反方台上發問 他就是問空置率高了之後 為什麼會 加烈麥美 我不太記得這條Q是什麼 但是我記得 正方答法的時候 這裡會有些令我不太明白 你的說法就是說 不是所有公屋街市 附近都有商場 所以就很難吸引到人流 但是這件事又好像 我自己的認知來說 是有些 實際上錯誤的 因為 我理解的公屋背頭 就是他除了附近會有街市之外 一般都會有商場 可能不是所有附近都會近一個商場 但是就等於 他絕對不會吸引到人流呢 我覺得 這些東西之間 應該會有多一點的關聯 正方回答的時候 正方回答的時候 應該回答得更仔細 然後去到正方一副 你去說其實今天只需要適當維修 但是也要扣回公屋 公屋街市有經濟負擔 為什麼會很重 就不要只用經濟負擔這四個字 然後你去到說 街市的特色是有人情味 市民是想要這些人情味 我覺得OK的 但是 你之後再下一句去說 現在你招惹了很多不必要的人流 我就會在這裏想 那一些不必要的人流 究竟跟人情味有什麼事呢 即是 你本身是想說 市民想要人情味 但之後你再說 他們可能會有很多人來打卡 他們來打卡 如果那些商店在這裏 整件事都可以很有人情味 我覺得這裏可以 再解釋多一點 而且其實一副的時候 應該是質問多一點 為什麼那些奢華的裝飾的額外理處 是什麼 反方一副的時候 我覺得有些問題是問得好的 例如當對方不斷說 因為街市的送貴了 所以 空 貴了 或者租貴了 所以就會少了店舖 或者對公民有些不好的影響 但是你就問回他說 其實我們看到現在空置率是零的 而且物價真的不會升 等等 你說到貴了那麼多 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去買 我覺得這條問題問得好 其實後面都有些類似的問題 但我覺得如果你想說得再完整一點的話 其實我會覺得 這個結論應該是 當你看到街市 還有那麼多人來的時候 即是反映了一件事 就是即使加了價 也好 那個價錢依然是一些公屋居民 負擔到水平以內 第一件事是負擔到 第二件事 即是那個是接觸範圍 第二件事是接觸範圍 之後換來的是更加舒服的購物體驗 更加新的感覺 或者是附近的那些中學生 或者那些成年人 因為公屋街市 我理解的應該還有食肆 如果它是一個整體的環境 是真的好像現在我們去的那些 文青咖啡 可能未去到那麼高檔 但是那些類似的主題設計 那些主題設計的餐廳 吸引到他們來的時候 整件事還沒有很划算 我就覺得 你在一些問題的時候 又是要回到他們的線 想想怎樣去 扣回你們的主線 而你們是想說 我看到你們是有嘗試去反駁 其實價錢不是貴了那麼多 就說 那些餐廳都是欠三元 一個包都買不到 我覺得這個反駁未必是一個很好的反駁 我不反對可能三元買不到一個包 但是如果對方跟你說 貴的公屋街市每天去的 那你每天去 你一天三元 但是一個月都給五百多元 還要你不是買一件餐廢 這樣的時候 這個反駁就會有一些backfire 就是在這裏 反過來我覺得一個比較好的做法就是 其實你的攻擊力應該強一點 第一件事就是 現在這麼多的主題設計活化了的公屋街市 是不是每一個 的租金都一定上升了 從20的物價上升呢 第二件事是你所說的那個街市裡面 有其中一檔上升而已 但70多檔都是一檔上升的時候 整體影響價是否真的那麼大呢 第三件事就是 就是公屋居民 如果假設對方數到一些個別例子 公屋居民 是真的覺得 架了令他負擔不了的時候 那是不是每一個公屋居民 都是這樣覺得呢 因為反方你想想 政方要論證這條 辯系的時候 其實他是要說到 絕大部分的情況底下 二主題設計活法公屋街市 都是不設實際的 所以其實你要做的就是 我覺得你可以做的就是 給他多一點的壓力 他要論證到絕大部分情況底下 那就是絕大部分的當主、絕大部分的街市 又面對同一個問題 絕大部分的公屋居民 都是在想同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 其實這個 在反方的情況下 就會比較 像是一個 數 數例子 然後跟他鬥多人數的遊戲 我覺得反方其實這方面的攻擊 可以再問好一點 或者你去再說的時候 就可以說 其實不是 不是每一個公屋居民的負擔能力 都不是那麼高 例如是 其實一些公屋 配套會有停車場 會有月租的 可能有些人 他都是負擔得起一輛車 所以即使可能買菜 貴一點點都好 對他們來說 生活負擔不是那麼大影響 但仍然在一個接受的範圍 我覺得在這些說法上 就應該可以再準備多一點 因為其實 怎麼都會預料對方說 買菜的成本一定會上升 另外就是 講到小商戶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反方是可以 吃一吃對面 講不切實際的 因為你想想 逼走小商戶的問題 就是在於 為什麼會逼走小商戶 就是因為那個店舖的 租金的價錢 他本身可能是值100元 但是如果我要給一個小商戶的時候 我每個月只可以在他身上拿到10元 變成我有90元 是浪費了 如果令展租的商戶 給一個小商戶的時候 但是一些小商戶 走了 我轉換在一些大型的連售店的時候 其實我是maximize 了 我的店舖的價格 對於令展來說 也是因為這條便是沒有說 對誰來說不切實際 令展作為其中一個持份者 還有他負責去搞活化公公街市的時候 你要想他的商業價值 是很正常的 因為這條便是在問你實際不實際 值不值做 不是在問你 你大於幣 或者應不應該這樣去做 所以我覺得 當對方在說 迫手小商戶 那些 引入了連鎖店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你可以說的是 這個對於令展來說 是一個非常實際的做法 因為他會有限量的價值 因為他會有限量的價值 然後 之後 之後 正方而復 我也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 因為其實我理解 這條主線 就是不斷想說 對於一些公屋居民來說 究竟是否貼接他們的需要 但是說到 是說會有一些 投資者 去吸引一些 即 即 他說到一些投資者的時候 其實這裏開始 我就有點不太明白 究竟關你的標準什麼事 或者 你們上屋的投資者 是什麼 我亦都不太理解 為什麼會有些人 會想投資一間 街市的店舖 所以我覺得 在這方面 正方如果你是想說的話 就可以論實多一點 不然的話 就不要去說 然後 還有反方而負 如果我覺得 你有一件事是想說 其實 我不太肯定 是否猜得對 但是我記得你想說的就是 翻新月 主題是翻新月的街市之後 其實是比普通翻新的街市更加符合成本效益 因為它更漂亮 但是它的價錢不一定要貴了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是想說 更加說它更加符合成本效益 可以再加上一步 因為我就這樣想的時候 公屋街市其實 可能翻新一次 應該不會每年翻新的 翻新一次 因為很大的工程 所以可能每次都是二十年或者三十年之後才翻新一次 而你翻新 而你的街市每個公屋 都會每天使用 而且是長年使用的時候 其實你所謂的 的優惠 可能你多了 百多二百萬 你長年看 在三十年的數字來說 其實不是真的貴了很多 而如果零展是負擔到這個價錢的話 其實整件事都是很划算的 感覺就會像是你買名牌 可能一雙貴一點的皮鞋 可能貴二百元 但是你穿六年的話 你每年都是給多三十元 每天給多好 但是總之是想說的是 假設成本是真的多了也好 但是知道那些東西是有好處 而且貪分出來的成本是便宜的話 我覺得是會抵造的 就可以說回你說 更加符合成本效益 而 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們說 其實 在那些翻新 主題設計的街市之後的物價便宜了 我覺得這裡可以 但是如果你進一步去推說 其他街市的物價貴是因為他們賣牛扒和賣酒 我就不是很肯定 我不是很肯定這是不是一個可以的說法 因為我會有質疑 我會想的是 其實你影響一個街市的物價的欣賞很多 就是舖租等等 但是 還有 我不是很明白的是 如果當 你想說的是因為一些高級牛扒 還有一些紅酒是市民不想要的 所以 所以 所以物價會高了你又如何 我不是很明白 加了牛扒和酒之後 整體物價推高了有什麼關係 第二件事就是 還有政府應該會說 那些市民應該不是想買那些酒 等待記者去說 那些普通物價貴了 所以你再說 你再拿你的牛扒和酒去說 我就覺得不是很有關係 然後 如果是一些台下的Q 可能之後 如果有時間 即是你們有個別的問題 我可以再說 因為我看到現在已經答案了 那麼 如果是這樣的話 之後再說 不好意思 說得有點長 謝謝范小姐 最後我們有請 還有一位評判 賴志明先生和我們分享評語 Testing 聽到嗎 聽到沒問題 OKOK 剛剛也謝謝范小姐 都說了很久 都說了很多細節 所以我可能就 準備回我 個人的感規 覺得哪些好的項目 再略略說一下 相信大家都想 快點知道這個賽果 我覺得 我挺喜歡 反方結辯的 總結 就是說 我們不應該 設置齊的街市 其實街市都值得美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 分析來的 其實 不是說必然 街市一定要 只是計算便宜 計算實用 都可以美的 只不過怎樣美的實在 就是 反方要去 作為推論 那麼 我說回 反方 他一開始 都 針對說 其實 營業會 升 然後 可以解決控制 解決很多問題 解決政方 說這些問題 但是我覺得 就是 反方 一開始就 說 說 3元 我覺得 那點 也不太好 3元 說出來的感覺 感覺不太好 因為 公屋街市的受眾 都是 比較 基層的市民 對他們 對他們很重要 但是我聽到 反方把公屋街市 和 大商場 去做比較 我剛才聽錯 反方說 其實都可以跟商場 那麼美 我覺得 這個比較不太好 如果你有這樣說的話 就不太好 因為 始終他們的定位不同 如果你這樣 如果將他們做比較的話 就很容易被政方有委入 我覺得反方 都 沒什麼大問題 都有例子的支援 也不是 有被控制 只有一間街市 都會舉到其他例子 這是很好的 但是 就是可以多點 譬如說 你說那些什麼魚檔 其實這是一個良性競爭 他們想說 可以說一下 其實不會被一間 街市 弄了 這樣良性競爭反而 更加好 但是反方就沒有 沒有正面回答 譬如說 市民 切割完之後 它的規劃性 會影響到市民 影響到市民走 那條街市的體驗 例如窄了一些路 很窄 然後 這個點 可能這個 沒有那麼便利 市民這個點 沒有怎麼認得 我聽不到 那麼 但是 說回政方 政方 我覺得 主要就是 空置率 那方面 我覺得 回應 就不太足夠了 反方就說 空置率那邊 我覺得 我不知道 可否找到相關資料 就可以回應一下 然後 我覺得政方可以 就是 組織產方說 永遠也升了 下跡升了50% 然後又 好像看上去的 眼淚很美好 其實你們可以說一下 租金那方面 可以再考慮一下 營也升了 可能租金升得更多 其實市民又比貴了 然後 商戶又比貴了 可能得益得領錢一個 是不是很實際 最後還可以 再連繫 你們說 最後變成連鎖店 但商戶壟斷 還有我可以 例如人情味 這些都是你們想 說的 我看到你們 可能大了 可以說多一些 市民 真實的 訪問的感受 可以更加有畫面 令評判更加有畫面感 我是不是 需要做這些事情 這些美法問 不像實際 我們會有 有畫面感 大概 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 謝謝三位評判 今天的賽果已經準備好了 現在我公佈賽果 首先會是最佳辯論員的獎項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正方第一副辯 陳書堯同學 至於今天的賽果是 正方得票兩票 反方得票一票 換句話今天勝出比賽的 正方拔稅女書院 恭喜 今場比賽正式結束 多謝大家 請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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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